Layu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達魯皮圖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第一個強化教堂會有外的聖物 而且羅車的造價也比較便宜 羅車裡的科技升級也會增加25%的效率 整體而言亞美尼亞人經濟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差 算是平庸的經濟能力 亞美尼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白血劍兵勇士 還有複合弓箭手可以無視裝甲 進行攻擊的弓兵非常強大 他有獨特的單位這個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的話雖然他的血量可以高達125滴血 但是他的裝甲是生女裝甲 所以也很害怕弱馬的傷害 亞美尼亞人後期的工程系不太行 沒有大鴻車也沒有大鴻石車 那弩炮部分也是慘慘的 他基本上工程系只能用巨型鴻石機 巨型反制也沒有火炮火槍 算是一個科技非常佈足的文明 接下來介紹一下達魯匹圖 達魯匹圖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一個10代史 會獲得200木頭 這200木頭可以讓他提早下個大雪 點下彈道雪 還有這個開下城鎮中心 或是多殺幾片田 達魯匹圖他的後期主要是打相公 他的戰毛兵跟相公的傷害 攻擊速度是比較快的 所以跟達魯匹圖打垃圾兵槍矛互打 要特別注意他的攻速有優勢 除此之外他還有醫療隊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相公跟工程戰相 還有大象用回血的效果 後期達魯匹圖的步兵更是兇狠 他的步兵單位均勻的科技升級只要半價 劍兵有勢很快就會轉出來 再搭配自己的精冠技術 巫之鋼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 所以這場比賽也算是 兩邊都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的一個對決 一個是步兵無視裝甲 一個是攻兵無視裝甲 蠻有特色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精技配置 那目前看到WP圖的精技配置呢 是開始推路 然後把三頭路都推完了 這個是斑馬 還有鴕鳥、犀牛 這個吃的速度還算蠻快的 好那最近的配置 我有發現大家都轉成惡木開局 然後等到這個鹿或犀牛吃的差不多 才會補到地上木頭 快要卡人口刷再補一下 最近的惡木極限配置越來越多了 那這邊看到是亞美尼亞人 直接是三木開 那我之前有看到MBL他們 還有這個HERA 他們用亞美尼亞人跟巧智亞 有羅車的文明 用了一個特別的開局 那我最近有在直播上嘗試一下 我突然發現那個細節 要理解的東西要很多 那覺得每次我們在關戰士 看的 看比賽覺得 喔這個配置很厲害 很強 實際操作起來 確實很麻煩 很多小細節都要注意 不然生時代啊 或是一些東西 可能會Lost掉 造成的升級失誤 好那我們看到亞美尼亞人 右邊是布羅兩種房子 這房子補的距離好奇怪啊 離他加7、7、49天這麼遠的距離 補在這個位置 然後回去繼續拔木 好他可能沒有看到這裏有木頭 一開始有看到這裏 但是沒有看到這裏有 好這裏直接補到了11個木頭 萬人挖木 原來木頭不夠 要趕快去補一下 要趕快補射箭場 或者是要補這個馬舊 那最近的亞美尼亞人 馬舊開局是更多的 更多的這個打法 所以工兵開局現在是比較少一點 恩 後面開局沒挖金 好樣的 亞美尼亞人 我就看他上封建時代打毛兵 然後如果打入皮圖也是打毛兵 哇 那就打不贏了 但是打入皮圖這個開局 太奇怪啊 直接打了一個雙射箭場 雙射箭場壓制 工兵壓制打毛兵 好像還行 OK 他可能是肉馬有看到 對方是雙射箭場 所以直接鬼轉毛兵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 這個打我皮圖到底是打了什麼東西 恩 雙射箭場 這個我有解釋過 雙射箭場這個開局 人家只要單射箭場 配一個兵弓場一級射 他就輕鬆鎖住了 那當然也要點這個一級 工兵鎧甲 才能擋得住 好 那這邊就要看他的工兵多謝 能不能達成 好 現在打入皮圖 一直用自己的肉馬去探路 探到自己的血量只剩28滴血 好 工兵 在下方 上方的毛兵在觀察會不會從上面過來 上面直接圍死圍一個超級大的 他前面是一個超級 廣闊平原 所以毛兵在這邊巡弱 那下方的部分直接用村民圍死 看圍死來得及嗎 感覺有點慢喔 這裡補了非常多的房子 好 左邊繼續圍 往下圍 哦 看來後面要出事了 看來這邊到底會不會出事呢 一隻工兵 哇 阿伯 真的出事了阿伯 好 射完一隻村民直接離開 沒有打算繼續深入 有回救 毛兵有回救嗎 有回救 但不是往裡面走 這邊是有看到大沃皮圖往後走的 這邊那個 木場還是有視野 好 等一下一擊工兵台甲 這邊擋下應該沒有問題 大沃皮圖第二波的工兵並沒有出發 這一波雙線進攻似乎失敗了 好 這邊拉一隻毛兵去解決 好像有點困難 打得有點歪 好 再拉了一隻過去 想要攔截 等一下 好 工兵還是在秀操作 哇 走掉了 剩下的毛兵再回來救一下 結果最終還是要拉全部的人來打這個工兵 好 槍兵出來解 抓一隻 槍兵出來就還行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大尾的一個畫面 這場的比賽分數是1800分對1900分 兩邊分數還是算蠻高分的 1800、1900都是很高的 以英雄聯盟來說 大概就是賺一 好 賺一等級的玩家 那還沒有到 宗師 現在還有什麼 宗師 大師 這類的 菁英 現在遊戲的排位分類 真是越來越滑翹 什麼位稱都有 好 那有 哦 陽明亮人 這邊領先時代 大LP圖這邊是暗了非常多肉碼關係 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好 這邊戰毛兵 好 好 好 RP圖補下了一擊 挖金 然後 時代升級還有60秒 好 好 好 補下了長劍兵跟一擊攻 還有步兵的鎧甲 軟甲技術也補下了 好 把槍兵戳一下 哎呀 戳死 搞定 剩到城堡世代的WP圖 轉出的是共存七製造所 還有鎧甲中心 升級給兩百目的優勢 讓他直接可以補下3TC 還有這個共存七製造所 完全沒有壓力 二級伐蜜需要記點了 待會可能要先趕快補下二級伐蜜 好 轉出來的是長劍兵升級 只要半價升級喔 壓力非常的小 雅美尼亞人呢 雖然也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步兵 現在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劍兵勇士 但是他並沒有像WP圖有這個軍營科技半價的效果 所以WP圖人升級上來說還是會稍微壓力沒那麼大 但是要升到帝龍時代才會有劍兵勇士 雅美尼亞人在這邊想要獲得優勢喔 可能就要轉點老頭科技出來當 例如這個救贖思想 或是要打這個工兵單位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現在要打這個護兵單位的話 用毛兵是完全打不贏的 出了12隻毛兵喔 是稍微多了一點 好 後方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城堡時代的WP圖 至少還是在開農物線 頭車 弩炮都在往前 生物撿到了 往回班 好 補下了一個手推車 好 上方這裡去補 正前方的冰空場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好 又補了一個重化教堂 當城堡用 有料嗎 覺得無料 趁手趁進去 但是對方理都不理 老頭第一時間被砍 周村 進去用強化教堂防守 攻擊射擊 但這裡看起來是還沒有點下救贖思想 好 用老頭招強常見兵 招強到了一隻 第二隻有機會嗎 可以 好 招強出去輸出 五隻老頭 開始要來反制了 那這裡要存價黃金喔 稍微買賣一下 就是在等下黃金 就可以去補下這個救贖思想 那這裡怎麼會是村民在這裡 蓋蓋突然想回家 但是被攔截了 好 右邊又有一隻村民在蓋少戰 到處開圖 好 雅密尼亞人現在可以掌握住對方喔 這個軍事就只有這些單位而已 好 頂下了救贖思想 475 但是對方已經退兵了 結果看到對方退了 沒有打算要繼續轉出來救贖思想 把黃金省下來 打算要來直接升10代了嗎 現在農田數量來到36片田 其實數量並不是太少 其實還蠻多的 好 可以點帝王世代了 但帝王世代領先的人卻是達羅提圖 好 那如果 目前雅密尼亞人想要打劍兵勇士的話 這裡就可以開始升級了 長劍兵可以升級為雙手劍兵 待會再補一個劍兵勇士 帝王世代初期就有劍兵勇士可以用 亞美尼亞人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這也是近期的亞美尼亞人的 白血劍兵勇士的打法策略 雙手劍兵還沒有點 他連裝甲步兵都還沒升級 難怪不能升雙手劍兵 看到他兩隻長劍兵 突然忘記了 這兩隻長劍兵是達羅皮圖的 搞笑了搞笑了 好 達羅皮圖在中間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想要控制這塊石頭 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也要擴張經濟出去 好 這邊長劍兵 升級上去 步兵開甲升了 長劍兵還沒有點 好 達羅皮圖這邊回轉一波戰矛 這個地方轉戰矛是要防止複合弓箭手嗎 看起來還是預判錯了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打雙手劍兵轉板甲 這個就是沒有偵察出現的問題 那如果達羅皮圖這裡有偵察的話 就不會遇到大量軍營的劍兵有事問題 那達羅皮圖要打對方的劍兵有事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相公喔 那再來就是這個奴兵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是要轉火槍喔 畢竟達羅皮圖也有炮火槍的 好 三寶兵無情亂射 後面的老頭 哇 連頭死車也被射爆 好 這一波BD 看一下效果如何 21隻的雙手劍兵直衝達羅皮圖家裡 現在三台巨型頭司機開始開拆 後方的劍兵有事看到趕快收村 21隻可以直接拆掉城鎮中心 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而且現在有三級的步兵反甲 但是還沒有升級金冠技術 所以血量還是70滴血 直接爆砍一波攻擊城鎮中心 好 金冠技術還有15秒 攻擊力還沒有提升上去 好 升級完 血量來到了100滴血 但達羅皮圖也即時轉出了火槍 進行應對 雖然被拆掉了一座城鎮中心 測試數量還是亞美尼亞人這邊領先 這邊打一個大後期劍兵勇士 好 白血劍勇 一致排開 後面城堡被收掉了 上方的四台巨型頭司機 順利剷除 然後皮圖這邊劍兵勇士也升上去了 只要半價300毒肉就是升級 攻擊力也只需要一兩百 非常P 跟升級一個三級攻差不多的價錢 好 亞美尼亞也補下了化學 但是對方轉火槍的話 亞美尼亞人轉攻兵會更適合 不然就直接打戰毛兵繼續打 也是ok的 戰毛兵打火槍也是很痛 好 戰毛兵出來 後面老頭一直在補血 頭司車長了一巴 這邊變成奶媽隊了 好 頭司車 有一台穿在裏面 這裡要小心一下頭司車的傷害 好 這邊必須轉一些劍勇當肉盾 肉盾劍兵勇士加火槍 這個傷害非常的優秀 但劍兵勇士數量不夠多 肉盾太少不太好 後面戰毛兵直擊後方的火槍 火槍數量稍微變少了一些 但是白血劍有實在太能扛了 防住了非常多的火槍傷害 最後還是被射光了 但後方戰毛兵現在可以直接攻擊前方的火槍兵了 所以這個就是劍兵勇士 太少了問題了 好 但後方建立一個新的城堡 後面巨頭司機一開始反制 是巨頭也是直接拆掉了一台 控制車想要砸 砸到了後方 但是又被反制了回去 巨頭直接打掉兩台 巨頭司機 大樓屁圖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印刷技術 要來提升招響的距離 火槍配劍勇 這裡轉級兵意義不明 這級兵甚至連戰毛兵都打不贏 更不用說劍兵勇士了 千萬別按 槍兵阿 但這邊連三級的步兵鎧甲都還沒有點 連戰毛兵打劍兵勇士都很痛阿 劍兵勇士被戰毛打得太痛了 沒有三級防的單位都會被垃圾兵爆打 非常難受 1加3再加2 遠防6 遠防6的話 被戰毛兵打7攻 怎麼打都是1滴 打一隻劍兵勇士喔 要100下 沒有三防的話 可能只需要30下 左右 就可以打10 甚至也不用30下 20下左右 所以有沒有三防喔 真的差很多 好 這邊搖一搖的人轉出來的是肉馬 配上品種跟三級弓 好上方石頭挖一挖 火槍繼續輸出 你終於注意到了沒有補三級板甲了 笑死 打這麼久才發現 遊戲來到47分鐘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劍勇 完全坦不住 這邊方便沒有轉復合弓箭手 怎麼還是這麼難打 好 那亞美尼亞這邊直接鬼轉騎士 亞美尼亞的騎士喔 體質呢 跟波蘭的騎士是一樣的 重裝騎士的部分 那肉馬呢 雖然只有輕騎兵喔 但 他還是有三攻的關係 砍村民喔 還是只要四刀 就會砍死一隻村民 對 亞美尼亞人打騎兵路線喔 是覺得蠻適合的 其實亞美尼亞人 復兵 騎兵 工兵都能打 雖然騎兵部分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到了後期的部分喔 轉型落馬 到後面砍村民喔 效果還是蠻不錯的 畢竟只靠步兵跟工兵 要推進到深入敵軍喔 是比較麻煩一點 好 這裡的火槍 開始追擊起來 亞美尼亞人 戰寶兵雖然很多喔 直接點掉一台火炮 後方工兵鎧甲開始提升起來 原來沒有點工兵鎧甲 怎麼會這麼薄 好 火炮的部分 來不及打掉後方巨型投射機 後方城堡沒有想要說的意思 這裡火炮可能還要再繼續按 前面有事也不能斷太多 好 花方城堡掉了 有點危險 上方的落馬還在砍 不知道砍多久 好 開始轉戰毛兵阿 槍兵開始轉出來 黃金肉量不太穩定 好 又按了一台火炮 好 大兩落馬直接往前 這一波可以包得掉 後面的槍兵太晚過來支援 直接被收掉了 哇 這一波死傷慘重 後面亞美尼亞人的槍兵 這戰毛兵呢 還在輸出 正方 正面的大洛P圖的火槍 已經完全潰敗了 火槍雖然非常少 後面有非常多大洛馬在開始繞了 好 花方這根城堡應該可以拿不掉 後方落馬砍掉了非常多 村民 但村民數量還是保持在109村左右 上方亞美尼亞人的寶兵單位 也要升級上去了 金瑞複合弓箭手 很意識到有三級反甲的劍勇 太硬了 有點打不太動 畢竟戰毛兵怎麼打 現在都是一滴血 坦度十足 有三級反甲就是這樣子 差距很大的 三級反甲垃圾兵就可以輕鬆打了 好 後方有城堡了 兩邊城堡還在對峙 這根堡蓋起來有點尷尬 他蓋的位置有點太前方 對方巨型投資機很容易就可以輕鬆架起來 甚至可以在很安全的地方進行反擊 這個距離可能流火炮要打到 也要到非常前線才射得到 好 這個城堡還是被拆除了 好 這邊還是有肉麻在亂 當然槍兵一直有在防守還不錯 好 上方劍兵有的是 沒有在控 又進入到了城堡的四人範圍內 復合弓箭手出來 這把亞美尼亞人的特色全部打乾淨了 打乾淨了 這槍怪怪 打好打滿 騎兵步兵攻兵 全部都出 戰袍兵也出 只差槍兵沒出而已 好 這邊無視裝甲效果非常好 對手受不了 拿出了GG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亞美尼亞人拿到支援 8萬5的勝利 也有大概1萬5的支援 非常多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2的KD 兩邊KD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最大問題是打WP圖 前面的時候 三級的板角太晚出了 火箱數量一級很少 而且沒有配戰毛兵 配戰毛兵的用意是要去防 對方的戰毛兵進行反制 多殘一些戰毛 打後方的戰毛兵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不然就是火炮要提早出 趕快用火炮去解掉後方戰毛兵會更好一點 亞美尼亞人這邊的打法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先轉馬這一點 我是覺得是非常優秀的 先把這個馬轉出來之後 然後再去轉出復合弓箭手 這系列的打法 也是比較符合現在亞美尼亞人的 這個後期打法的策略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ふ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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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